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定 确定了哈 那我们就把手上剩下的就不要啊 剩下的就不要 然后呢 接下来就神级的现象发生 我说了要拿到四张最大的牌 好 让观众发牌 发四份 发四份 好 因为让观众发牌 发四份 好 一定要让观众发牌 发四份 OK 发了四份 来看一下 神级的现象发生了 我们发了四份 发了四份 神级的现象发生 我说了四张最大的牌 它会出现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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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的 你没有看错 没搞错 为什么会这样非常之简单又好玩的一个神奇小魔术 来 想学这个神奇小魔术 直接进入教学 观众操控破牌 要想拿到最大的牌 很简单 事先把最大的牌放上面和下面 分别放上面下面合起来之后 好 接下来神级的现象发生了 把牌分成两份 无论观众选哪一份都不要紧 如果观众选到这一份 直接就按照我刚刚的表演套路 发下去你就能发到四个A 但是如果观众选到这一份怎么办 因为这一份最大的牌在下面 不要紧张 不要害怕 不要慌张 这个时候让观众喊停 你只需要把喊停的牌扔掉 把剩下的牌拿在手上 然后按照四份这样发 然后最上面就会出现四个最大的牌 就这么简单 学会的观众 我想到带你玩播出